Action 亲爱的 离开那个穷小子吧 我们两大家族联姻 一定能够飞黄腾达 我虽身为赘血 但也不是好惹的 亲爱的 我三年之期还没到 还不能龙王驾到 你不要离开我 拍得不错 今天咱们就拍到这 大家辛苦了 哇 拍戏可太好玩了 我也要拍戏 我也要当明星 哥哥 我要离开保镖队了 当保镖没出现 我要去当演员 你可得了吧 你没了天赋 还是老老实实的吧 我怎么不能当演员了 大佬不是要办剧组拍戏吗 我去投靠他 肯定能整个女主角当的 什么 大佬要拍戏 我怎么不知道 随机震探在岛上 不一直在招演员吗 招演员 招演员 机甲大佬剧组招演员了 好家伙 既然这样 那未绣着大佬 要个男主角当当 毕竟咱颜值在这呢 哎呀 你们要都走了 保镖队群龙无首 那我可要自立为王老 过来 我说大佬 你可真不讲义气 拍戏都不给我留个男主角 哎 别提了 这剧组跟我就没有关系 我这还想让你去帮我看看怎么回事 那怎么个事 刚才说的剧组不是你的 这都是谣言 那天有两个蛋来找我 说要我出蛋壁 投资他们的新剧 想必你就是传说中的 蛋仔岛首富 机甲大佬吧 有什么事就直接说吧 我们是瞎乱拍剧组 最近有一部新剧准备开拍 看你有没有兴趣 对我们剧组进行投资 票房大卖的话 回报非常高的 并且在这之后 会为你私人定制一部 人物传记 说的挺诱人的 让我先考虑考虑吧 好 那我们期待你的好消息 事情就是这样 灰小子 你去帮我看看这个剧组 到底靠不靠谱 我机甲大佬一是英明 可不能被他们给毁了 哎呦啊 既然大佬你都这么说了 就挑事的 不对 这侦查的任务就交给我们保镖队吧 保证给你办得妥妥的 好 很有精神 走走遥运啊 咱们去看看怎么个事 这就是大佬说的那个剧组吧 拍台式古装剧 靠不靠谱 咱们一看便知 来小伙伴们 想看我和月儿一起拆穿他们的 就给视频来播点赞支持 可不能让他们坏了大佬的名声呀 慧哥 你快看这儿 好家伙 塑料板带 这古装剧能有塑料板带 那不脱土的穿帮了吗 而且你在看这儿吃的什么呀 这是 汉堡 奶茶 哎呦啊 你们家古代还能吃上这碗呀 这导演指定不靠谱 怕我家伙啊 这怎么还有个微观的大爷呢 我说大爷 这西派的怎么样啊 我看不咋的 慧哥 你再看看这两个事呗 这怎么能一个戴绿帽子呀 一个戴红帽子呀 这红帽子和绿帽子的搭配 怎么看这也怪怪的呢 宫里人谁戴绿帽子呀 还有这奏乐子呀 左边弹着电吉他 右边还戴着墨镜 啊怎么说啊 难道清朝的格格也爱听摇滚 我许 慧哥你快看 这还有张小广告呢 哇 这个道 这广告都打到宫里面来了 而且这不仅有小广告 还有蛋饭子的留言呢 蛋饭子到此一游 毁灭吧 干你呢 还不是我说啊 这剧组布置的 就这还想让大脑赞助我 看我不狠狠地告了他一撞 大脑 这剧组布已经帮你看过了 他们是一点也不靠谱 相当的不专业 我看呀 他们肯定是想要你的名声当噱头呢 立刻不能上当呀 还有那个人物专记 不行 你不行 你让我跟你拍得了 这蛋饭 咱都好商量 鬼 拍什么拍 这件事你大嫂已经知道了 我净身出户了 蛋饭都被大嫂给没收了 什么玩意儿 蛋壁被没收 完了完了 这贪火 咱保镖队又白干了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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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